花蓮县近期廉制的高温火警层出不穷 消防人员疲于奔命 也特别提醒民众请勿任意的焚烧杂炒或者是废弃物 除了会造成空气污染 恐怕也会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 花蓮县近期廉制高温火警层出不穷 根据统计单就美轮分队 侠内发生的废弃物火灾 从今年8月至今已经有高达20多件 从8月份开始花蓮县消防局 尤其针对花蓮市的地区 这个杂炒火警的频率异常的增加 就以去年同期8月份 花蓮市是零件杂炒火警 但是今年8月份同期 8月份增加了11件 这个异常增加的数据 我们觉得相当的诡异 因此我们做了大数据的分析 合理怀疑可能会有人为众火的 这样子的一个因素 案发地点大多分布在 北新路原住民族文化馆 及农兵桥河岸提防一带 消防人员疲于奔命 特别提醒民众 勤务任意焚烧杂草或废弃物 除了造成空气污染 恐怕也违反了消防法 及空气污染防治法 个别科处3000元以下 及10万元罚还 如果造成重大财产损失 甚至有人员伤亡 更将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 最高科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罚金 千万不要一时贪图方便 非法焚烧废弃物 不仅置身在危险之中 还伤及荷包 记者 徐立琴 华林市报道